回到神性怕不怕得哈里科尔塔纳 现代瑜伽 回到神格第34卷 1970年 圣恩A.C.巴克提维丹塔斯瓦米怕不怕得 一切荣耀归于Sankiratana运动 主柴坦尼亚马哈帕布在他16岁的时候 就在500年前在印度的纳瓦德维怕介绍了这种Sankiratana运动 并不是他制造了一些宗教制度 就像现在制造了那么多宗教制度一样 事实上 宗教是无法制造出来的 Dharman Tu Saksad Bhagavat Pranitan 宗教意味着上帝的法典 上帝的律法 仅此而已 当然 我们不能不遵守国家法律而生活 同样 我们也不能不遵守上帝的法律而生活 而在《博家梵歌》中 主说 非宗教活动 而在物质世界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原理 因为每当有人不服从国家法律时 就会出现一些特定的国家官员或警察来纠正错误 主柴坦尼亚马哈帕布受到哥斯瓦米的崇拜 有六个哥斯瓦米 Rupa Goswami Sanatana Goswami Ragunasa Bhatta Goswami Jiva Goswami Gopala Bhatta Goswami 和Sri Ragunasa Dosa Goswami 具有三个意思 哥意味着土地 哥意味着牛 哥意味着感官 SVAMI的意思是大师 所以哥斯瓦米意味着他们是感官的主人 当一个人成为感官大师或哥斯瓦米时 他可以在精神生活上取得进步 这就是SVAMI的真正意义 斯瓦米并不是说他是感官的仆人 而是感官的主人 这六个哥斯瓦米之一 Rupa Goswami 是头 他编写了一个很好的诗句 来纪念主柴坦尼亚马哈帕布 他说 Enerpita Karim Sarak Karunayavati Nakalao Samarpayitum Unatojvalarosan SVA Bakti Shriam Hari Parata Sandara Diyuti Kadamba Sandipita Sada Hardai Akandar Sforotu Vah Sachinandana 卡劳的意思是这个时代 这个卡利时代 铁器时代 它被严重污染 一个争吵和分歧的时代 Rupa Goswami说 在这个Kali时代 当一切都充满分歧和争吵时 你已经降临以献上上帝至高的爱 Smarpeitum Unatojvalarosan 不仅是最顶级的 而且是非常出色的Rasa或超然幽默 Paratasandara Diyuti 你的肤色就像金子一样 像金色的光泽 你是如此仁慈 我祝福每个人 哥斯瓦米斯可以祝福 因为他们是感官的主人 主柴坦亚马哈帕布的这个形象 可能永远在每个人的心中跳舞 当Rupa Goswami第一次在Priyag 遇见主柴坦尼亚马哈帕布时 主柴坦尼亚正在街上唱颂 哈瑞奎师那 哈瑞奎师那 并跳舞 当时他也献上一个祷告 Nemo Mahavadaniya Krsna Prima Pradayate 哦 你是所有化身中最慷慨的 因为你正在传播对神的爱 奎师那 Prima Pradayate Krs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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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村庄和城镇 到处都将宣扬这种Sankiratana运动 那是他未来的预言 因此 在柴坦尼亚勋爵的恩典下 这一运动已经从纽约开始在西方国家引入 我们的Sankiratana运动于1966年首次在纽约推出 当时我来到汤普金斯广场 开始念诵哈瑞奎师那真言 我在那里用一个小Merdanga鼓唱了三个小时 这些美国男孩聚集在一起 逐渐加入 所以越来越多 首先他是在纽约第二大到26号的一家店面开始的 然后我们在旧金山 蒙特利尔 波士顿 洛杉矶 布法罗和哥伦布开设了分店 我们现在有24家分店 其中一家在伦敦 一家在汉堡 在伦敦 他们都是美国男孩和女孩 他们正在步道 他们不是桑亚生 也不是废坛多教徒 也不是印度教徒 也不是印度人 但他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一运动 甚至在《伦敦时报》上也有一篇标题为 《奎师那圣勇惊吓伦敦》的文章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参与运动 我所有的弟子 至少在这个国家 都是美国人和欧洲人 他们在唱诵 跳舞 并发表了一篇论文 《回归神格》 现在我们已经出版了许多书籍 《圣典伯加瓦坛》 《伯加范哥》 《主柴坦尼亚的教义》 伊索帕尼萨德 并不是说这场运动 只是一场感性的运动 不要以为这些男孩 是出于某种宗教情绪 或狂热而跳舞 不 我们有最高的哲学和神学背景 作为一个例子 让我们考虑柴坦尼亚马哈帕布 他在讲道时 去了假象宗桑亚生的所在地 贝拿勒斯 Sanker Caria的追随者 大多出现在贝拿勒斯 当柴坦尼亚马哈帕布在那里时 他正在唱颂和跳舞 有些人对此非常赞赏 因此他很快就成名了 一位著名的桑亚生 数千名假象宗桑亚生的领袖 Prakashananda Sarasvati被告知 哦 从孟加拉来了一位年轻的桑亚生 他唱得很好 跳舞也很好 Prakashananda Sarasvati 是一位伟大的废坛多主义者 他不喜欢这个主义 他说 哦 他是个伟桑亚生 他在唱颂和跳舞 这不是桑亚生的事 桑亚生应该始终致力于研究哲学和贝谈多 然后其中一位不喜欢Prakashananda Sarasvati 言论的奉献者 回来告诉主柴坦尼亚 他正在受到批评 于是奉献者安排了所有桑亚生的会议 并在Prakashananda Sarasvati和主柴坦亚马哈帕布之间就废坛多进行了哲学讨论 这些叙述和哲学讨论在我们的柴坦尼亚勋爵教导中给出 值得注意的是 Prakashananda本人和他的所有弟子都成为了外事纳瓦 同样 柴坦尼亚马哈帕布与当时最伟大的逻辑学家 萨瓦巴马巴塔查亚进行了一次精彩的讨论 他也是假象宗 非人格主义者 他也皈依了 所以柴坦尼亚马哈帕布的运动不仅仅是感伤主义 如果一个人想通过哲学和逻辑来理解这个Sankiratana运动 那么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背景 有充足的机会 因为这项运动是基于科学和费陀精的权威 但这一切都被简化了 这就是这个运动的美妙之处 无论是伟大的学者 哲学家还是孩子 他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参与 其他自我实现的系统 即知识过程或瑜伽过程也得到认可 但在这个时代不可能练习它们 这是费陀精的判决 KRTEA DIETO VISNAM TRATEAMYESHATOMA KEDVIAPARE PERICARIAN COLOUTED DARI KITANAT BUG 12.3.52 在Satia Yuga及黄金时代可以执行冥想过程 例如Wellmaking Muni冥想了6万年已达到完美 但我们的老年在哪里 此外对于博家范歌中描述的冥想过程 一个人必须选择一个僻静的地方 他必须独自执行它 他必须以僵硬的姿势做下 他必须过着完全独身的生活等等 有许多规则和规定 因此阿斯汤家瑜伽冥想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一个人满足于模仿 那就另当别论了 然而如果一个人想要完美 那么他就必须完成阿斯汤家瑜伽的所有八个阶段 如果这是不可能的 那就是浪费时间 瑜伽过程或冥想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与至尊、超灵、至尊主接触 是所有瑜伽过程的目标和对象 同样哲学研究及知识过程 也旨在了解至尊婆罗门 毫无疑问 这些都是公认的过程 但根据权威的描述 他们在这个卡利铁器时代并不实用 因此一个人必须接受 这个哈里基尔塔纳的过程 任何人都可以在没有资格预审的情况下练习 一个人不必学习哲学或沸谈多 这是柴坦尼亚勋爵与Precassananda Sarasvati会面的要旨 当柴坦尼亚勋爵和普拉卡萨南达萨拉斯瓦蒂 彻底讨论废谈多哲学时 普拉卡萨南达萨拉斯瓦蒂 首先问柴坦尼亚马哈帕布 我知道你早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 主柴坦尼亚实际上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学者 他的名字叫尼迈班迪特 16岁时他打败了克什米尔的一位伟大的学者凯撒瓦卡斯米里 我知道你是一位伟大的梵文学者 尤其是在逻辑上你是一位非常博学的学者 你也出生在婆罗门家庭 现在你是一个桑雅生 你怎么念经跳舞不读沸谈多 这是Precassananda Sarasvati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主柴坦尼亚回答说 是的 原因是当我的灵性导师启迪我时 他说我是第一傻瓜 你不讨论沸谈多 他告诉我 你只会浪费你的时间 只要接受这哈瑞奎师那的颂歌 你就会成功 这是他的回答 柴坦尼亚马哈帕布当然不是傻瓜 维丹塔当然也不适合傻瓜 一个人需要足够的教育 并且必须达到一定的地位 才能理解沸谈多 每一个字都有大量的意思 还有很多桑卡拉查耶和罗摩努查查的注释 大量的范文 但是我们如何理解沸谈多呢 这不可能 一个人或两个人可能理解 但对于大众来说 却是不可能的 也不能练习瑜伽 因此 如果一个人采用 柴坦尼亚马哈帕布的方法 念诵哈瑞奎师那 第一部分的收获 将是Cito Darpana Marjanem 只要念诵 所有的脏东西都会从心中清除 by 没有支出 也没有损失 如果一个人只是念诵一个星期 他会看到他在精神知识上 会进步多少 哈瑞奎师那 哈瑞奎师那 奎师那 奎师那 哈瑞哈瑞 拉玛哈瑞 拉玛拉玛 拉玛 哈瑞 哈瑞 我们只是通过念诵吸引了许多学生 他们正在理解整个哲学病变的纯净 这个协会的运动仅在四年前开始 即1966年 我们已经有很多分支机构 美国的男孩女孩们都非常认真的对待他 他们很高兴 问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他们正在净化内心的肮脏事物 只需念诵哈瑞奎师那 哈瑞奎师那 奎师那 哈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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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玛 哈瑞 拉玛 拉玛 哈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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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物质存在中 没有人想要不快乐 但它是强制而来的 这就是物质自然规律 没有人想要火 但无论我们在城市中走到哪里 消防队总是很活跃 总是有火 同样的 有很多东西是没有人想要的 没有人想要死亡 有死亡 没有人想要疾病 有疾病 没有人想要老年 有老年 他们在那里 违背我们的意愿 违背我们的愿望 因此我们应该考虑 这种物质存在的状态 这种人类的生命形式 是为了理解 而不是像动物一样 通过吃 睡 交配和防御 来浪费宝贵的生命 那不是文明的进步 伯加瓦坛说 这个身体不是为了 满足感官而努力工作的 努力工作并通过 感官满足来满足 自己是猪的事 而不是人的事 人类应该学习 特帕西亚 尤其是在印度 有那么多伟大的圣贤 那么多伟大的国王 那么多的范行者 和桑亚生 为了不继续睡觉 而在伟大的塔帕赛中 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佛陀是一位王子 他放弃了一切 投身于特帕西亚 这就是生活 印度国王巴拉塔 马哈如阿加 巴拉塔 马哈拉扎 24岁时 他放弃了自己的王国 年轻的妻子 和年幼的孩子 前往塔帕下 特帕西亚 当主柴塔尼亚 马哈帕布 只有24岁时 他放弃了 他年轻的妻子 母亲 以及一切 有很多很多例子 印度是小吃之乡 但我们忘记了这一点 现在我们正在 把它变成科技之国 令人惊讶的是 印度现在不再 传播这种 特帕西亚 因为印度是佛法之地 Dharma K S 但这不仅在印度 而且在印度 在这个铁器时代 一切都在退化 在这个意义上退化 Prenopiusa 在这个卡利时代 生命的持续时间缩短了 人们不会被感动 去理解自我实现 如果他们是这样 他们总是会被 这么多欺骗性的 领导者误导 时代非常腐败 因此柴坦尼亚马哈帕布 念诵哈瑞奎诗那的过程 是最好和最简单的方法 在这个卡利时代 除了通过宣扬主的圣名 来荣耀主之外 没有其他宗教 这就是所有启示经文的命令 没有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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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节经文出现在 Burhad Naradiyah Piranha中 只需念诵哈瑞奎诗那 没有其他选择 Haira Nama Haira Nama Haira Nama Iva Kavalan 卡劳 在这个时代 卡利 讨厌的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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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实现没有其他选择 所以我们必须接受它 圣典伯加瓦坛 还有另一个版本 苏卡戴瓦哥斯瓦米 在第十二篇章第三章中 向帕里克希特马哈罗阿加 Pariqshid Maharaja 告知了这个时代的错误 现在卡利时代的所有征兆 都已显现 然而 在结论部分 Sukhadeva 哥斯瓦米说 Kailar Dosinidira Jan Astihai Echo Mayanguna 我亲爱的国王 这个时代 卡利 充满了错误的东西 但有一个好机会 那是什么 Kartana Iva Kars Nazia Mukta Sanga Param Rajat 只要念诵这个哈瑞奎诗 那真言 一个人就可以解脱 回到守神那里 这是实用的 也是授权的 也可以通过 简单的念诵 来测试自己的进步 这种魁师那 知觉运动 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不是我们引入 或制造的东西 它是根据 费陀原则授权的 由柴坦尼亚 马哈帕布 和其他人授权 而且方法很简单 没有损失 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 我们不收取费用 不给人们 一些秘密的咒语 并承诺 他们在六个月内 将成为上帝 不 这对所有人开放 儿童 妇女 女孩 男孩 老人 每个人都可以念诵 并看到结果 为了进一步实现 这一目标 我们不仅正在建立 我们的社区 New Vrindavana 而且正在美国建立 New Navadvipa 和New Jagannatha Puri 我们已经在旧金山 启动了 New Jagannatha Puri Razayatra节 正在进行中 今年还将在伦敦 举行一场盛大的 Razayatra仪式 Jagannatha Sephadra和Balarama 将有三辆汽车 他们将被带到 泰晤士河 在美国 他们进口了 新英格兰和纽约 那为什么不进口 新温达文呢 我们应该特别建立 这个新温达文 因为主柴坦尼亚 推荐了 Aradia Bhagavan Krsna Tedama Vrn De Venom 奎师那 南达大军的儿子 在巴加普密的温达文中 是至尊崇拜的神 他的位置 温达文也是值得崇拜的 西方男孩和女孩 正在接受奎师那之觉 他们应该有一个 像温达文这样的地方 两年前和我一起去 温达文的斯瓦米基尔塔 那南达知道 温达文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只是他建造 至少七座寺庙 在温达文 有五千座如阿达 奎师那的寺庙 但最重要的寺庙 有七座 由哥斯瓦米斯建立 我们的计划是 生活在新温达文 依靠农业和奶牛 作为经济解决方案 和平地执行 奎师那之诀 唱颂哈瑞奎师那 这就是温达文计划 Yukhtahara Vrscayoga Bhavati Sedida 这种人类的生命形式 并不是为了增加人为的需求 我们应该满足于 保持身体和灵魂在一起 剩下的时间 我们应该增强 我们的奎师那之诀 这样在离开这个身体之后 我们就不必再带 另一个物质身体 而是能够回家 回到神格 这应该是人类生活的座右鸣 物质生活意味着吃饭 睡觉 交配和保卫 而精神生活意味着 更多的东西 这也是动物生命 与人类生命的区别 在动物生命中 常见的公式是吃 睡 交配和防御 狗吃 人也吃 人睡觉 狗也睡觉 男人有幸生活 狗也有幸生活 狗以自己的方式进行防御 人也以自己的方式进行防御 也许是原子弹 这四项原则是人和动物共有的 这四项原则的推进 不是人类文明 而是动物文明 人类文明意味着 Azotobrahmajidnasa 在《废坛多经》中 第一句格言是Azotobrahmajidnasa 现在是询问婆罗门的时候了 那就是人的生命 只要一个人在精神上不好奇 Jidnasa sriyo utamem 他就是动物 因为他按照这四个原则生活 仅此而已 他必须好奇地知道自己是什么 以及为什么他会陷入这些生 生 死 老 病的痛苦之中 有什么补救措施吗 这些问题应该受到质疑 那就是人的生命 那就是精神生活 精神生活是指人的生活 物质生活是指动物的生活 就这样 我们必须做出博家饭歌中推荐的调整 Yukta Hara Vihara Sia 博家饭歌原意6.17 例如 这并不意味着因为我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我就放弃吃东西 相反 我的饮食应该调整 博家饭歌描述了什么是第一等的食物 是善良的 什么是激情的食物 第三等的食物是无知的 我们必须将自己提升到人类文明的 Sedvik 善良 平台 然后复兴我们的超然意识或魁师那之觉 一切都在经典中 不幸的是 我们不咨询他们 Evan Prasana Manoso Bhagavat Bhakti Yoghata Bhagavat Tetva Vishnana Mukta Sanghasya Jayate Bhak 一年2月20日 除非一个人从这三种物质自然模式的魔爪中解脱出来 否则他无法理解上帝 Prasana Manoso 他必须是一个婆罗门的灵魂 Brahma Bhakti Prasana Manoso Khatina Khanksati 博家梵歌原意18.54 这些戒律在那里 所以一个人应该利用这些经典和讲道 这是聪明人的责任 大众知道神伟大 却不知道神到底有多伟大 我们将在废陀文献中找到 这是我们在这个铁器时代的责任 那就是Hari Kirtana Param Vijayate Shri Krsna Sankirtanam 荣耀至尊